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狼 我是Vicky 郝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隔晚的收市情况 纽约股市上阳三个主要指数高收1%或以上 科技股表现最好 受到企业的盈利理想带动 美国十年期债券息率回远也利好大市气氛 道歧斯指数收市报24,322点 升238点 升幅1% 纳斯达克指数报7,118点 升114点 升幅1.64 结束过去5天跌市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2,666点 升27点 升幅1.04 是6个交易日以来首次上升 Facebook 收市升9.1% 一寿客户资料外涉事件以来的退期 晶片股AMD 高收近1.4% 同样受业绩理想刺激 至今接近一半的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布季度业绩 当中近八成的表现较预期好 分析员预计首季企业盈利平均增长有2.3% 看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的表现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教本港收市普遍上升 汇控ADR 报在7.64 上升1.76% 中移动报72.97 上升1.21% 中联通报10.69 上升0.52% 中人寿报21.67 上升0.34% 三桶油都是向上 中海邮报11.6% 上升1.68% 中石化报7.6% 上升3.2% 中石邮报5.79% 上升3.07% 另外看看欧洲股市方面 欧洲主要股市上升 但个别股份业绩令市场失望 拖累股价下跌 伦敦富士100指数收市报7421点升42点 法兰克福Dex指数报12500点升78点 巴黎Cat指数报5453点升40点 得以致银行首季盈利急跌7.9% 集团表示将会整顿投资银行的业务 减少债券和股票介绎 得银股价下跌2% 今年到目前为止股价下错近2.5% 汉沙航空低收5.5% 公司公布的营业额增长同样令人失望 另外看看商品期货方面 国际油价上升 市场对于石油需求上升 而供应量减少 继续推高油价 纽约旗油收市部在每桶68.19美元 升14美先 升幅有0.21% 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部每桶 74.74美元 升74美先 升幅有1% 美国总统特朗普 将会在下个月的12日前 决定是否恢复制裁伊朗 目前西方国家正在游说特朗普 不要退出对伊朗的核协议 市场担心 若果美国决定再度制裁伊朗 将会可能导致伊朗的石油出口减少 另一个产油国 美国委内税和原油产量经已下降至每日150万桶 另一方面 路透社贸易数据显示 亚洲主要买家海运原油进口量 将会在本月创新高 再看金价方面 美元转强 美国国债资息率回落 但仍然高企 打击投资者对黄金的投资意欲 外围金价在五周低位附近徘徊 美元转强 美国国债资息率回落 但纽约6月期间收市部 在每盎时1317.9美元 跌4.9美元 跌幅有0.4% 现货金部在1317美元附近 最后看美元匯价 美元匯价上升 受经济数据支持 美国上星期新申领失业 援朔人数跌至超过48年低下位 3月出口增长强劲 令到贸易逆下跌 加上美国国债资息率高企 美元沽盘平仓 带动美元做好 美元兑港元买入价7.8455 日元109.27 欧元1.2107 英镑1.3917 瑞士法郎0.9892 家元1.2875 澳元0.7553 樓元0.7057 和大家看美国国负债券息率的表现 10年期债券息率部3厘 30年期债券息率部3厘18 今个环节就有Stanley 还有我们嘉宾Stanley 你好 看看美股 昨晚美国10年期国债积率 回落到3厘以下 同时科网企业表现到你上眼 看到Amazon的业绩更加超乎市场预期 正利润是去年同期的2.2倍 营收是510亿美元 比市场预期的499.6亿 就高了很多 是 没错 令到Amazon的股价在盘后破顶 昨晚美股 也到终于彈 道指上升了200多点 市场的烧点 是不是终于放在业绩上 不是 我想这样的看法 是的 因为最主要本身 如果你看回这一轮的时间 其实很多公司都叫做公务业绩 正如你刚刚提及到 有8成的企业 基本上业绩的表现 都叫做超出预期 但如果你看回股价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反而这一堆公司的股价表现 平均价格是跌的 跌0.2% 反映似乎业绩的因素 对股价的推升帮助 是不是好像很大 其实就是良体 因为之前跟大家有解释过 虽然你可以说 预计了今季度的盈利表现 是会很不差的 第一季的业绩表现 是会不差的 但问题是市场的看法 可能更加之高 而且最主要就是说 很多公司对他们的盈利 展望的前景看法 这一刻比较关键 但你见很多公司 其实讲过之前的时间 有个别来说 都真的对于前景看法 是有些审神的 例如你说3M 甚至乎Kpapilla的股价 为什么跌得这么厉害 就是之前的时间 出现业绩之后 为什么跌得这么厉害 最主要就是反映这个情况 但科技股的行情 似乎又真的 连大家都挺眼前一亮 你看看一段时间 其实有哪一种股价 出现业绩之后 反而做得比较差 都是alphabet 就是Google的母公司 是alphabet 但是为什么出现 出现之后 它的价格会有个 比较差的情况 大家归因于 就是说 它的成本控制得 做得不太好 是这一样 但其他的股份 好像你说 amazon 为什么它的股价 可以这么夸张 如果现在 本后的价格 应该是1620元 因为今晚的时间 如果假设 真的开这个价格 就是比它的股价 再升大 是6.7% 至7%左右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 最主要就是 大家的业绩 真的可以说 是远超所有人的预期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特朗普都罵了很久 就是不断继续他 但是它的业绩 是完全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甚至就是说 你再插回它的业绩去看的话 AWS的表现还是很强劲的 增长得很快 就是远远技术的服务 增长得很快 另外在电子介绍那边 其实也是OK 也保持上去的 而且公司本身 它在这次 在那个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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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窄了 没错 香港这边 似乎那边 令大家有些失望 但其实 美国那边 我们都要看着中美贸易那边的发展 因为下个星期 其实美国都会和中国就着贸易谈判 其实苹果的CEO 都会给一些意见 就着这件事 会不会下个星期有些明朗化呢 整件事 下星期会很清楚 没有了 整个局势 如何去分析 甚至乎 究竟 谈不谈得到贸易 这个应该下星期会有很明确的方向 姑且看看下星期的情况是如何 但是 没有的 我想现在 大家都知道 一旦有什么磨擦 甚至谈不得到贸易的话 对环球的经济的影响 都会很大 特别是 市人都会先观看这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市况你遇到都是比较 美股真的强势了 你见到这个情况 但是反而你说 中国股市方面 都真的可能受到这件事 影响着之下 表现上就未必会这么标签 看回港股的表现 其实昨晚港股 一度跌穿3万点 云讯也跌穿380元 不过收市回来 都站得穩3万点的水平 回来一开始 也高开293点 现在暂时涨130点 其实见到行指 在3万点的支持力 是否都很大 你只可以说 昨天的时间 就叫做收市之前 都还顶着3万点这个位置 但是 今天其实 大家都预期 就是港股会有个 比较不错的反弹 因为你见外面做得好 还有刚刚提合到 这些股股的行程 都真的叫做是挺不错的 但是今天回到现在 这段时间 其实见港股这边 很多的股份 升不起 我以前在腾讯为例 刚刚那一刻 都叫曾经 去过3.0这个位置 不过3.0开出来 我都不满意了 你回到昨天的时间 你见外面的科技股 刚刚提合到 那么强势的话 你腾讯升到那几百 即1%左右 其实那边都真的差 但都反映回到 整个 就是整个 叫做科技类相关的板块 就是香港这边 那边都真的挺不济 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消息 導致它好像跟不到 这个大家要再去深究一下 你说是否估值比较高 这件事呢 我又不相信 因为你股值高的话 说真的 Amazon股值高 但股价不断破顶 最主要是说盈利前景 现在的盈利前景 是否很差呢 我又不觉得 我又不是这样看的 所以就没有了 现在变成了 但是有货的投资者 正如之前和大家分享过 有货的话 就先拿着它 我始终不担心 这个情况 但是可能到 如果讲的是 就是在腾讯方面 可能到5月中的时间 可能才会有个 比较是 就是等业势出来之后 可能才有个 比较明確的方向 但是你说 平保这些 就是比较差的了 就是昨天的业势 你说出来 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中性 就是你说是否很差 又不算是 但是你说 除了派特别息 这一下 有少量点之外 公司的新业务价值 始终都真的有个 叫按年下跌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比较 比较差的表现 但是股价似乎 之前已经下了浸 下来 现在又再跌 这一下似乎好像 跌倒了 但是都没有了 现在市场 市况都比较难触摸 又或者可能是 不排除受到 A股股价的一些影响 所以现在无谓有货 都是建议大家先拿着它 但是其实都想问一下 Stanley的手机設備股 因为昨天都和你谈过 华为被人指控了 就说 它可能违反了 伊朗的那样困定 昨天也有传 中兴就会交出 华为一些 违规的资料出来 去换取一些 减轻刑罚的措施 手机設備股 昨天的信誉 都跌 曾经跌过一成 是呀 没错 是呀 会不会它这样交出资料 令到这个板块又会再收复呢 昨天其实看很多 我昨天也有看外围那些 和华为相关股份的表现 昨天的时间 昨天的资料时间 看回 都跌很多 有些都跌了一成 所以昨天好像信誉这一堆 跌一成 一成左右 都合理的 和外围叫差不多 但是 如果你看回夹晚的时间 这一堆股份 我想有八成以上 都有反弹的 估计是打上去的 所以按道理 今天它们打 我觉得合理的 现在好像有些打不起 而且始终是 我觉得市况的气氛 香港这边 明显地 真是挺跑输出便 有些什么因素 導致市况这么差 真的不排除和 有些关系 但怎样也好 有货的话 我也是那句 我们信公司的基本面 短期这些股价波动 是否会導致我有些改观 应该是不会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货的话 好像腾讯 譬如信与这些有货的话 可能就先抓住它 甚至乎你一跌的时候 我都觉得是可以再加注 不怕 可以趁低 捞一捞 是的 大前提都要留意 就是说 华为这件事的演化是怎样 因为 你说现在 我自己觉得 真的 你去华为会不会出现中兴的事件 我觉得是不会的 但万一真的这么嘩口 怎样知道我中了 那就大家要小心一点 但是现在这一刻 我又不觉得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好 谢谢Sandy的分析 亦都和你申报 有没有持有上述提的货股分 这次说很多 有评论 有信与 有腾讯 还有Amazon Amazon 好 谢谢 这节目就差不多了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稍后见 加16.535美元 以上资讯由耀才Money Hunter提供